画面全黑 包留 包留 角落里 年轻的阿盛紧闭双眼 后面举起枪 画面暗 画面亮 镜头特写阿盛的表情 他举着枪面对镜头 困难地咽了口口水 手靴的脸上全是汗 他颤抖地放下手枪 脸上露出像快要哭出来 又拼命保持震惊的表情 画面暗 字幕 帮派分子林文胜因杀人罪 依刑法271条处无期徒刑 并尺夺公权终身 监狱走廊 阿盛会折托 其他囚犯为官 出过来了 出过来了 所有人靠墙站好 阿盛倒在地上捂住头 阴暗的牢房里 阿盛坐在墙边看醒 20岁左右的他理着平头 额头上贴着包扎纱布 他把手里的性质揉成一团 往后靠墙望着窗外 监狱围墙的制高点 一名警卫拿着步枪站在铁丝网旁边 监狱操场的围墙边 阿盛被两名囚犯殴打 还被踹了一脚 他倒在地上始终没有还手 牢房里 阿盛把姓揉烂 接连几个画面里 他总是在角落默默听着一部手掌大小的收音机 旁白声音响起 门声音响起 我的身体越来越厉害了 最近要去担心 可能没办法 还在帮你们老爸撕背了 整个人来做朋友 都半袖了 人越来越久 你们老爸比起了还不来 唉 我知道你跟你们老爸比起了 但是 你们老爸比起了 妈妈是在我背后的 牢房里 满脸是伤的阿盛靠墙坐着 他把姓纸揉成团 抬头看了窗外一眼 叹了口气 阿盛家 一位老先生一边在姓纸上书写 一边对林爸爸说 你也不用写的太多 就写一切安好 护治 如果生病了 就写个病 唉呀 不要写了 林爸爸就没说 写了他也不会回信啊 回信我看不懂啊 他要是死了 会有人告诉我 我要是死了 他回来就知道了 画面暗 白天 监狱操场上 许多囚犯在散步或跑步 阿盛独自静静地坐在墙边 一手支着头 像在沉思 阿盛家 镜头特写林爸爸拿笔写信 老先生的饭本放在旁边 他歪歪扭扭地照着画出一切安好 桌上堆满废纸团 林爸爸突然放下笔 撕下信纸 流成一团 阿盛的旁白响起 我始终 没有写信给他 当然 我也没有收到任何 家里寄来的信 蓝天里漂浮着白云 后来 有很多很多年 很多很多年 我们之间 就再没有任何联络 监狱操场 画面从灰暗的色调 转为比较明亮的色彩 阿盛坐在墙边听着收音机 他的脸上有了皱纹 模样变得苍老 看起来像四五十岁了 画面暗 一个监狱外墙的定格画面 片头字幕 归途 阿盛在外面 几个混混拿棍棒对林爸爸叫嚣 妈的死老狗 你是要带牡 老狗 老狗 现在下来 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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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爸爸朝他们拨疮水 你杀了我也拿不住这块地 我告诉你 我儿子也是黑色会的 林爸爸站在围墙旁边 朝外瞪着眼睛喊 牢房里 阿盛穿上一件衬衫 他的臂膀上有一片刺青 有人问他 阿盛啊 你等你出来不通啊 阿盛低头扣着衬衫上的钮扣 一边眨了眨眼睛回答 我现在不知道啊 不知道 你想你再等了还不知道 阿盛抿了抿嘴 没再说什么 阴暗的走廊上 阿盛一手拿着帽子 一手提着行李 一步步走向明亮的门口 他戴上帽子 在门口停了一下 走进阳光明媚的室外 大门口 警卫打开铁门 阿盛走出监狱 他在监狱外停下脚步 闭着眼睛 扬起脸面对天空 平静地轻轻呼出一口气 像在享受当下 阿盛睁开眼 瞪大眼睛仰望天空 议员办公室 议员对黑龙说 林文胜 那一块地现在是他的名字 已经不是那个老头的 你帮我瞧一下 你要我出卖这几兄弟啊 黑龙坐在沙发上 挑着眉毛看着议员 瘦高的黑龙看起来五十多岁 留着短发 并脚有些斑白 他站起来走向议员 五趴 直接回了我的户头 什么都五趴 三十亿的五趴 电梯里 小弟阿狗问黑龙 龙哥 什么事情 黑龙瞥他一眼没有回答 只是盯着手机 阿狗皱着眉头没在说什么 两个人来到停车场 黑龙讲手机 喂 去找个小孩 管你为什么要出来 高大的阿狗留着平头 穿着黑西装 他两手插在裤带里 等在一旁 林文胜啊 监狱外面 阿胜提着行李站在路边 几步车经过他面前 马路对面的树林旁边 有个公车站牌 画面切换 阿胜蹲在公车站牌旁边 抬头呆望着天空 镜头特写阿胜拿着一个小信封 里头装着一些千元和百元钞票 看起来大概只有一两万 他抄出几张百元钞票 收好信封 又拿出硬币数着 监狱办公室 阿六对警察说 啊 已经出去了 应该还在门口 现在是 他转头看了看墙上 又看手表 公车已经走 你确定刚才出去呢 林文胜 阿六跑向监狱外面 一部黑色轿车 山路上 黑色轿车变换车道 差点撞上对面来车 诶 扎心紧的你 干什么小啊 不然你还开了吧 靠北 赶快赶快赶快 知道了 我去再开快了 好吧 黑色轿车一路不断超车 小八市上 阿胜坐在窗边 他打量着周遭山区的风景 随着公车的前进 窗外的青山慢慢地向后退 追赶的黑色轿车急速过弯 很快追上公车 脚车超车在小八市前面停下来 小八市执着塞车 阿六轮转空和下车 隔着车窗查看巴士里面 坐下 插车啦 你又紧紧刹车 快点啦 是怎么啦 找什么人啊 快点 林文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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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说得丟转 你是林文胜吗 阿六隔着车窗问阿胜 林文胜啊 阿六打开驾驶旁的车门大喊 昇哥 沈哥 我龍哥派來的啦 沈哥 沈哥 請跟我們一下好不好 你們是 跟我們一下 不要吵 你們打開 你們打開啦 沈哥 龍哥派來的啦 你想要幹什麼 我統統把你搞定 我保證喔 路邊 阿聖坐在轎車後座 阿六嬉皮笑臉地站在門邊 拍了阿聖的肩 阿聖手裡拿著煙 皺眉看了阿六一眼 阿六尷尬地收起笑容震驚起來 沈哥 小燕酒 阿聖吸了口煙 把煙扔到地上 坐進車子裡 讓阿六關車門 阿聖身旁坐著一個短髮 大約十二三歲的孩子小君 阿六從另一邊上車 對小君說 過去一點 小君移到後座中間 阿聖看了看小君 龍哥的小孩啦 飛翁不在 阿今天我們帶著 阿聖眨眨了眨眼沒有表示 阿六看著阿聖 不然先跟我們先送你回去 黑色轎車在山路上前進 道路的兩旁是翠綠的樹海 轎車裡小君睡著了 他歪著頭靠在阿聖的肩上 他的皮膚有黑 穿著一件寬大的灰色長袖T恤 阿聖轉頭看小君一眼 他用另一手拉開行李 拿出一件襯衫 打開蓋在小君身上 小君睜開眼睛看阿聖一眼 挪了挪身體離開阿聖的肩膀 阿聖瞄一眼小君 若無其事地看向窗外 一個遠眺的鏡頭 山區裡黑色轎車沿著彎曲緩降的山路 慢慢地開下身 阿聖家的社區 停在路邊的黑色轎車降下車窗 阿六和小君從車子裡往外看 阿聖提著行李正慢慢走向一個巷口 他停下腳步 遠遠望著自己的家 阿聖的爸爸正站在家裡的圍牆邊 他戴著粗布手套 把一塊塊玻璃碎片束著 粘在圍牆上 接著 林爸爸又把木板 盯在圍牆的上方 鏡頭特写林爸爸的側臉 陽光照亮了他花白的頭髮 和臉上深深的皺紋 阿聖站在巷口打量了一陣子 卻沒有上前 反而轉身在旁邊一間老房子的牆邊坐下 這個社區像是老舊的眷村 有些灰牆長出了青苔 一面外牆殘留著模糊的標語 有些荒廢的平房門窗都已經破了 廣場涌出下 阿六盪著一個車胎座的鞦韆 不小心跌了下來 小君站在一旁雙手抱胸 阿聖家 林爸爸提著水桶走回屋裡 巷口的阿聖隨著關門伸轉頭 他低著頭 眉頭伸鎖 表情各有所思 一個拉遠的鏡頭 坐在社區角落的阿聖雙手抱膝 把臉埋進壁彎裡 整個人縮成了一團 畫面切換 社區一個角落裡一隻黑狗 慵懶地趴著 黃昏 天邊印著橘紅色的晚霞 阿聖家的窗口透露出昏黃的燈光 阿聖提起行李站了起來 他回身看了一眼 邁開步伐離開 阿聖坐回轎車後座 把行李抱在膝蓋上 閉起了眼睛 阿六關上車門從另一邊上車 小鈞坐在中間 小鈞和阿六靜靜看著阿聖 阿聖深深吸了一口氣 睜開雙眼 那去見龍哥吧 黑色轎車亮起大燈離開了社區廣場 遠方天邊還殘留著微弱的霞光 廣場上卻已陷入一片幽暗 夜晚的市區裡車身馬龍 馬路上車門閃到 兩邊建築包掛的招牌已經亮起了 阿聖搭乘的黑色轎車在路邊停下來 一行人下車 是呢 我們這邊請 他們走進一條陰暗的巷子 忽然前方逐一亮起耀眼的燈光 嘿 我來了 開門 巷子的鏡頭高高掛著四盞大燈 阿聖舉起手臂遮擋著刺眼的光芒 鏡頭特寫幾個黑白的監視畫面 其中一個螢幕裡 阿聖的身影正緩步接近黑龍的辦公室 辦公室的前廳 幾個小弟正在打撞球 阿聖一行人走到球台邊 阿六問一個小弟 嘿 跑到咧 小弟朝著客廳點了下頭 憲哥抱一下 阿六往客廳移動 阿聖站在原地睜大眼睛 環視四周 前廳裡幾個小弟都穿著黑色衣服 有人盯著監視畫面 有人在沙發坐著 阿六站在一道鐵門前面 他按著門邊的對講機說 老大 我把憲哥帶回來了 通往客廳的鐵門沒有動靜 阿聖走到門前 小君搬來椅子在門邊坐下 老大 我把聖哥接回來了 阿聖走到小君旁邊 在牆角蹲下 老大 阿六推了一下小君的肩膀 把小君從椅子上拉起來 誒 聖哥 聖哥 坐 阿六把椅子推向阿聖 阿聖站起來坐到椅子上 小君搬來另一張椅子 在阿聖旁邊坐下 阿六又按了幾下對講機 他靠向鐵門把耳朵貼到門上 客廳比較好 沒什麼 大飛 你說 怎麼聽到兒子 那凡牆角蹲在我的宮 現在你左邊要收到 還有 Eisen 黑龍啊 你是在想什麼 大家都說好怎麼走下去 後面又有了是不是 再喝一杯拿下來 是不是 現在不洗掉了 客廳角落 阿狗拿起震動中的手機 對一個拿槍的保鏢 點頭示意要接電話 幾個老大們喝酒 客廳的鐵門外 小君靠著阿勝睡覺 阿六坐在牆邊休息 客廳鐵門開 客廳 給大家處理好幾個 我知道了 黑龍和幾個老大走出客廳 小君立刻走進客廳裡 黑龍喝醉了 搖搖晃晃地經過阿勝面前 阿勝站起來 望著走向門口送客的黑龍 阿勝傾身向前 不斷打來著門口的方向 他脫下頭上 印了松德宮幾個字的黃色棒球帽 騷了騷頭 黑龍又搖搖晃晃地走回前廳 阿六跟在後面握著他 平命的時候 要叫我孫子 你要跟前去向我老子 沒有 阿勝用帽子拍了一下黑龍 兩個人望著彼此 阿六開口 阿六 阿六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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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龍攬著阿勝的間 帶他走進客廳坐下 阿六和阿狗跟在後面 你們站在前面 阿狗跟著誰 阿狗問 龍哥 怎麼這麼好 黑龍皱眉 阿狗点点头 和阿六一起走出客厅 酒醉的黑龙搭着阿胜的肩 一个监视荧幕上 黑龙和阿胜干杯 阿六问阿狗 阿狗 请往事你聊 阿狗坐在监视荧幕前 他点头 走了 阿六吆喝几个小弟一起离开 客厅里 黑龙替阿胜倒酒 诶 兄弟 诶 兄弟 你喝完的 我不知道 不是啦 我不跟你说 黑龙看着阿胜一会儿拍了拍阿胜的手 黑龙和阿胜干杯 监视荧幕上 两人放下酒杯 坐在监视荧幕前的阿狗站了起来 走到一旁抽烟喝酒 阿狗穿着黑色衬衫 敞开的衣领露出一片从锁骨向肩膀延伸的刺青 镜头特写阿狗手中的酒杯 他轻轻摇晃着杯子里的酒 客厅里 小军跑过餐桌旁 黑龙敲餐桌 黑龙敲餐桌 这狗的狗 是谁有狗的 阿胜皱着眉头望着小军 过来啦 你如果他们没对我 都不能跟他走 老子这些人要冲下小 他过来啦 小军走向黑龙 站住我 小军站到黑龙身边 黑龙甩小军巴掌 阿胜别过头 小军跑向后门 你不要跟他走你啊 走开 黑龙抓起棍子到门边 老子 你让你吹牛木啦 棍子挥向小军 你是不是要走一走啊 你不要跟他走 你不要跟他走 快跑 你不要跟他走 你不要跟他走 过来你给我跟他走一走 你不要跟他走啊 小军缩在门边 阿胜站在餐桌旁 不忍心地眨着眼睛 他走向厕所 厕所里 阿胜蹲在墙边 听着手里的收音机 阿胜皱眉 他的收音机靠近右耳 用手指堵住左耳 黑龙的客厅里 黑龙动也不动地趴在餐桌上 阿胜走出厕所 慢慢回到客厅 他皱着眉头望着后门 后门边 小军靠着墙壁摊坐在地上 一只手还拉着门把 他抬起头来看着阿胜 阿胜走回餐桌旁 看着趴在桌上的黑龙 他推推黑龙 黑龙 黑龙 我现在到啊 黑龙没有反应 阿胜转身走了两步 又停下来 他望着小军 小军无力地坐在门边 一手还拉着门把 他抬眼瞪着阿胜 阿胜别过脸 无奈地轻轻摇头 走向通往前厅的铁门 他走到门前 拉了拉门把 铁门动也不动 画面切换到前厅 前厅亮着灯 但空无一人 回门啊 阿胜走回客厅餐桌 他看了一眼睡着的黑龙 又望向门边的小军 帮我开门 小军坐在门边 等着阿胜 阿胜走了几步 又停下来 手插着腰 眼神不断游移 镜头特写小军的脸 帮我开门 小军皱着眉头盯着阿胜 连夹上都是鲜红的印子 阿胜叹了口气 放下手中的帽子 走向小军 阿胜跨过小军的脚 来到门边 可用力拉开门栓 扭动门把 最后用肩膀撞门 才把门打开 小军手扶着地板 吃力地爬起来 拖着脚步走出后门 阿胜站在门边 看小军离开 然后两手插在裤袋里 走回客厅 看着趴在餐桌的黑龙 阿胜愣了一会儿 回头看着打开的后门 他低头像在考虑什么 阿胜转身走出后门 来到一条阴暗的小巷 他在巷子里左右张望 巷子的地上湿漉漉的 潮湿的地面 反射着路灯的光芒 把灰暗的薄油露 染成了一片金黄 阿胜朝一边的巷子 张望了一会儿 接着转身 朝另一边的巷子走去 阿胜走着走着 停下了脚步 小军昏倒在巷子中央 阿胜急忙上前 蹲在小军身边 他摇了摇小军的身子 小军没有反应 阿胜站起来在附近张望 又回到小军身边 他扶起小军的头 看了一下他的脸 一把抱起了小军 路灯下 阿胜抱着小军的身影 快步走出巷口 一架关门的诊所前 阿胜踢着拉下的铁卷门 他左右张望 吃力地把小军放高压 他穿过马路走向冰榔滩 小姐 小姐 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这附近 哪里有医院 小孩受伤了 哪里有医院 我们这边没有医院 有诊所 你从这边 这边找到他 不是 这边 那边有找儿科 你去看一下 这边有 对 阿胜抱着小军 在路上奔跑 镜头跟在他身后 画面剧烈地晃动着 他经过其楼的店面 横闯夜晚马路的车潮 诊间里 镜头特写小军的裤管 被卷高 衣服的长袖被拉开 露出一道道鲜红的伤痕 后诊区 阿胜快速喝下一杯水 又用饮水机 装了一杯水喝 他满头都是汗水 湿透的衬衫 粘在背上 诊间里 护理师放下小军的手 和旁边的医师 交换了颜色 后诊区 阿胜正要走出大门 护理师叫住他 宣请稍等一下 请你在外面坐着等一下 是什么事 胎要一阵才会好 阿胜走回后诊区 诊间里 医生和护理师推动着病床 后诊区 阿胜坐在饮水机旁又倒水来喝 诊间门口的脸幕下透出一道道闪光 诊间里 躺在病床上的小军皱了一下眉头 慢慢睁开双眼 他低下头来 伸手拉下袖子和宽松的卡机裤管 遮住身上的伤口 后诊区 阿胜看着小军走到后诊区 从桌上抓了一把糖果放进口袋 先生 麻烦来一下 阿胜走到柜台前 总共五百二 好 阿胜在口袋里摸索了一下 拿出三百二十元放到柜台桌上 不好意思 谢谢 谢谢 三百就好 阿胜拿回二十元 谢谢 基本资料填一下 好 你又不少人 阿胜转头 小军不见了 他四处张望 先生 名字 我写你的名字可不可以 他在病历单写下林文胜三个字 谢谢你 谢谢 阿胜回头看了一眼 走出了诊所 柜台里 布里斯皱眉看着阿胜离开 他拿起了电话 诊所外 阿胜不断东张西望挑起了绵毛 额头挤出几道皱眉 他低头离开诊所 街上 阿胜手插着裤带慢慢走着 他在夜色里一边走一边张望 要不要走 我去哪 我去哪 啊 好 老机上 阿胜左右看了看 转身看见小军 他送了一口气走向小军 那你干嘛跑掉 小军坐在起楼的柱子边 我爸不走 我去医院 阿胜微微皱眉 他和小军对望了一会儿 那你给人家拿那么多糖 才不会昏倒 小军吃着糖果 脸颊鼓了起来 阿胜靠向小军 好了 走了 回去了 糖果收起来 他在小军身边蹲下 拖着它站起来 你可以吗 可以 小军一步一步走着 那里啦 小军指着一个方向 自顾往前走 我们刚刚不是 我们刚刚不是从这边来 阿胜站在原地 指相反的方向 这边啊 小军一个人拖着脚步前进 阿胜看着它跟了上去 警察局 诶 装进打来的 警察局的电脑荧幕上 出现阿胜的刑事记录 一名警察拿起了对讲机 各单位注意 各单位注意 电脑管回答 请于林仙路中阵路一带 搜寻嫌犯林文生 收到 黑龙的办公室 喂 阿狗走到角落 靠着墙边讲手机 王警官 我派人来 你靠电话中啊 什么 你靠电话 阴暗的角落里 灯光照亮阿狗的半边脸 好 好 我在啊 客厅里 阿狗摇着黑龙的肩膀 对 出席了 龙哥 怕在餐桌上的黑龙动也不动 阿狗拉开一旁的椅子走下来 龙哥 阿狗看着黑龙好一会儿 他憋过头 拿出一支香烟放进嘴里 阿狗用打火机点燃香烟 吸了一口 把打火机扔到桌上 他盯着黑龙 闭口喷出两道烟雾 他把烟盒扔在桌上 阿狗起脚踹了黑龙的椅子 趴着他黑龙摇晃了几下 街上 是往这边走吗 你走错了吧 我要尿尿 这里要去哪里尿 这里哪有厕所 问急耶 小军跛着脚前进 阿盛跟在小军后面 小巷子里 小军站在墙边 他皱眉看了看阿盛 又转头看着另一边 不时着急地抖着身子 阿盛一手扶着墙壁小便 脸上露出放松的表情 小军转身 跛着脚 转进另一条巷子 阿盛急忙拉上拉链 追上小军 阿盛重眉看着小军 阿盛在小军前面弯下腰 让小军爬到他背上 他背着小军快步穿越马路 前面前面 又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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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转啦 快点 快要出来的啦 好啦 阿盛背着小军 他围张着嘴 在街上跑了起来 小军靠在阿盛背上 身子不断摇晃着 他们经过一家素食店 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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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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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食店里 欢迎光临 在这边等 我不能走 小军走向厕所 阿盛点头 满头大汗的不断喘气 他后退几步撞上广光立牌 他赶紧把立牌扶正 缩到立牌后面站着 先生 要点些什么吗 阿盛对店员摇头 用袖子擦了擦汗 站在立牌后面 阿盛瞪着眼 像是有点不安地打量店里的客人 几个客人正在低头用餐 一个短髮少女抬头看向阿盛 阿盛脸盲低头垂下眼帘 小军走出厕所 他扶着栏杆走向阿盛 经过其他客人的座位 他看着桌上的炸鸡 抿了一下嘴唇 他走到阿盛身边看着阿盛 阿盛朝他挥手 像是要他快走 我要吃鸡块 我要吃鸡块 我要你家了 阿盛转身朝柜台打量 他抬眼看着墙上的菜单 慢慢走向柜台 短髮的女店员 站在柜台后方 脸上挂着笑容 阿盛指着炸鸡块 店员怎么买 四块鸡四十九 六块鸡六十九 九块九十九 现在要哪一种 阿盛从口袋里掏出零钱 把十元硬币全部放到柜台上 我买多少 店员哭笑了一下 先生 我们至少都是四块鸡 一定要买四块 阿盛扎了眨眼 看向一旁的小军 阿盛走出速食店 小军跟在他后头 眼睛还盯着墙上的菜单 阿盛在店门外弯下腰 小军一拐一拐地走向阿盛 抓着他的肩膀爬上他的背 一个从对街看着速食店的画面 阿盛背起小军 女店员跑到阿盛的面前 对她说着什么 一手指着速食店旁边的巷子 店员又回到店里 阿盛背着小军往前走 巷子里 速食店的后门口 女店员递给小军一袋餐点 雪地要趁热吃哦 拜拜 店员挥手关上后门 小军拿着餐点 缓慢经过阿盛的面前 你脚会劲啊 阿盛疑惑地跟上小军 他拍了一下小军的脑袋 你有吃的脚都不痛啊 你不怕吃吃的好回去啊 小军的脚步似乎变得更慢了 他一搏一搏地前行 阿盛慢慢走在小军面前 不时回头看着小军 左边的工地 阿盛和小军坐在一张木桌旁 小军低头吃着薯条 店员在打的时候你不要走 我都走哪里 老板在想起 那里要打 要打死了 老板在想起 老板在想起 就不错了 阿盛看着小军 小军垂着眼帘别过头 什么都没有说 阿盛自己垂下眼帘 拧紧了嘴 像在思索 他又看向小军 我教你一招了 小军转头看着阿盛 你心里面想一首歌 就当那个在揍你的人 是在帮你打牌子 一首歌还没唱完就打完了 这我很有经验 阿盛拿起牙签牙 小军睁着圆圆的眼睛盯着他 阿盛放下牙签 像这样 他挥动手臂 你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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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你娃娃 我做他爸爸 我做他妈妈 永远爱着他 阿盛一再挥拳 你娃娃 你娃娃 一个你娃娃 我做他爸爸 我做他妈妈 永远爱着他 小军流下了眼泪 他是个小娃娃 不是个真娃娃 阿盛握着收音机 做出连续用力殴打的动作 他把收音机放回桌上 这个是根纹离 隔出来的小角落里 两个人都垂着头沉默地坐着 小军一再举起手擦眼泪 阿盛看着小军 他拍了拍小军肩膀 小军还是垂着头啜气 吃啊吃啊 没吸啊 阿盛又拍了一下小军的肩膀 小军擦了擦眼泪 黑龙办公室 黑龙在客厅抽烟 龙哥 这样子最少十五年 一至七年 也许还不止十五年 阿狗看着黑龙 你又不记得弄了几次 对吧 黑龙皱着眉头表情凝重 他用力揣一张椅子 行啊行啊 气管麻药行啊 公地里 阿盛和小军靠着墙边睡觉 阿盛伸手打脸上的蚊子 他醒过来抓痒 看着靠在身边睡着的小军 阿盛挥手帮小军擀蚊子 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把头靠向墙壁 闭上双眼继续休息 夜晚的马路上 一名警察骑着机车经过 蓝色和黄色全都不一样手术 黑龙办公室 阿狗靠向客厅说 反正警察认了是让他生的 不如就让他单 黑龙救美 他怎么办啊 找这个女孩 把生哥送出来 加工一下 带小军去警察局报案 叫他指认生哥 阿神不会认啊 不认 我肯定把他担掉 总都是为罪自杀 好 黑龙想了想 站起来走了几步 沉思着 阿狗伸手抓起桌上的威士忌酒杯 转了几圈 面无表情地一口喝完 黑龙转过头来看着阿狗 看着阿狗 搞这个经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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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天马路旁 阿盛站在卖饭团的摊贩前面 他从口袋掏出一团卫生纸和几个同伴 好 你把他包二十块块好吗 好 要怎么大一块儿子 小孩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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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阿盛提着一袋早餐穿过马路 回到路边的工地 他张望着工地的角落 木桌旁边没有人 阿胜钻过封锁线 担开施工围栏走进工地里 他往前走了几步 绕过一个弯 小军低头坐在工地另一边 阿胜走向小军 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早点等了 可走到小军身边坐下 等完喽 我流血了 阿胜拉开裤管 是又哪里流血 不是那里啦 又哪里啦 又不然是哪里 那个来了 哪个啦 这女生那个来了 阿胜目瞪口呆 他上下打量着小军 你女生喔 小军瞪阿胜 你女生 对啦 你说得怎么样 小军看了阿胜一眼 又低下头来 阿胜叹气 阿胜叹愣地看着小军 小军瞪着他 公园里 阿胜拿着早餐走在树荫底下 他停下脚步转头看小军 小军双手挡在屁股后面 紧并着双腿慢慢往前走 阿胜走到小军面前 阿胜走到小军面前 阿胜背对着小军弯下腰来 小军一点一点移动脚步 走过阿胜的身边 阿胜等了一会儿 直到小军经过 他才站起来 慢慢跟在小军后面 公公厕所前 阿胜靠近一名走向厕所的女子 对不起 小姐 那个 请问一下女生 女子摇手快步走进厕所 你那是叫 一块还是一片还是 阿胜看着小军 怎么叫啦 我怎么知道 两个人坐在公园长椅上 阿胜递饭团给小军 你叫公园啊 小军往前看 阿胜转头 急忙跑向厕所门口 嘿 小姐 一个女人停下来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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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举功 那个 不晓得你身上 有没有刚好带那个 女 女生 她为难的低头 那个要用 她看小军一眼 我女儿 今天第一次来啦 阿胜看着女人 女人笑了笑 朝小军走过去 阿胜连忙挥手叫小军 过来啊 快快快 厕所里 来 你先洗一下手 好 小军和女人站在洗手台前 女人探头看厕所外面 阿胜焦虑地搓着手里的饭团 不断对着女侧张望 女人在洗手台用纸巾沾了水 对小军说 我帮你擦 现在等一下别人才不看见她 她蹲下 用沾水的纸巾 帮小军擦裤子 你爸很疼你对不对 女人笑着问小军 小军忘了阿胜一眼 又看了看女人 摸摸低下头没有表示 厕所外头的阿胜 不时朝小军的方向关心的张望 小军也抬头看着阿胜 阿胜眨了眨眼睛 她裂开嘴 仿佛是有点感到欣慰地笑了笑 神情放松下来 马路上一辆警车转弯 便利商店门口 女儿爽老地笑着暴力 不用了 少钱不用了 好 拜拜 谢谢你啊 谢谢啦 阿胜和小军看着女人离开 阿胜推了推小军的肩膀 拿起饭团 玩玩家接下来 你该回家了 走 阿胜说完转身就走 小军吹下头 站在原地没有动 过了好一会儿 她慢慢抬起头转身 车来车往了街上 他们跟着人群 穿过繁忙的马路 阿胜不时回头看看小军 一个路边商店门口 两个人坐在拉下的铁卷门前 吃饭团 小军捏起几粒米饭 放进嘴里 两眼失神地咀嚼着 阿胜嘴里咀嚼着食物 转头看小军 阿胜咀嚼的速度慢了下来 他看着小军伸出手 默默小军的头 小军的姿态没有改变 只是围围捏起了双眼 继续小口吃着饭团 阿胜默默陪在小军身边 一个起楼下 阿胜拿起公共电话的话筒 小军站在旁边 电话几号 小军面无表情地说 27227692 蛤? 2-7-2-2-7-6-9-2 2-7-2-2-7-6-9-2 阿胜拿起零钱 认了一下 眼前的公共电话没有投币口 小军默默把手里的手机塞进裤袋 阿胜盯着插卡的公共电话好一会儿 挂上话筒 他张望了一下 走向街道的另一头 小军抬头看着阿胜 喂 呃 龙狗告诉你 黑龙办公室 阿狗拿着电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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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边 阿胜挂上公共电话的话筒 叹了口气 他看着小军 撇了撇嘴似乎有点无奈 小军低头靠着墙边站着 沉默地看着地上 阿胜把手插进裤袋 镜子走开 小军拎着纸袋跟了上去 黑龙办公室 黑龙靠在沙发上 阿狗正在打量面前一个小姐 他穿着豹纹迷你裙戴着大耳环 看起来有点年纪 小姐跟着阿狗的手势站起来 原地转了一圈 阿狗瞪着白眼开口交代小姐 马上 就说进厕所干嘛 街上阿胜和小军停在走廊边 阿胜对小军说 好不然这样啊 我过两天去弄一只大疙瘩 你如果有什么事 你就让我来叫你 这样好吗 小军低头沉默不语 嗯 阿胜看着站在身边的小军 过了一会儿 小军慢慢从裤袋掏出一只粉红色 有可爱调试的折笔手机 一给阿胜 阿胜端详了这只手机 阿你就有大哥到喔 阿你小子人好小喔 好啦 阿 他把手机收进裤袋里 从另一边裤袋 拿出一台小型收音机 这台我听得很久 我听得很久了 听得很久了 嗯 给你 来 小军抬头看着阿胜 阿胜把收音机 装进小军的纸袋里 交给小军 小军接过纸袋握在手里 慢慢走喔 小军拿着纸袋 另一手牵着阿胜 一搏一搏地 缓步走在阿胜身边 突然阿狗看一个小弟拦住他们 生哥 阿狗把小军推往路边一步轿车里 生哥 小军挡住关上了车门 阿胜对小军说 有事打电话给我 知道吗 找车啊 阿狗等着旁边一个小弟 小弟袁王坐近在小军的车上 阿狗甩上车门叫车离开 阿胜站在原地 目送载着小军的轿车 路边来了另一辆车 阿狗打开车门 阿胜走向第二辆车 还不断回头张望 阿胜坐进前座 一旁的驾驶座上是阿狗安排的小姐 两人互看了一眼 汽车旅馆的房间 地上散落着高跟凉鞋 小姐忙着帮阿胜解开皮带 阿胜急切地脱下衬衫 露出赤裸的上身 她立刻紧紧抱住小姐 小姐一手抱着阿胜 另一手抚摸她 阿胜把脸埋在小姐肩头 热烈亲吻小姐的脖子 镜头特写两个人肩膀一上 她们紧抱着对方身体晃动着 阿胜皱起眉头紧闭双眼 她吐出一口气 肌肉放松下来 小姐愣了一下 阿胜气喘吁吁地放开小姐 垂下头来 小姐睁着戴了假睫毛的大眼睛 往下看了看 又抬头看着阿胜 她清了清喉咙 阿胜别过头站着 还在不断喘气 小姐左右张望了一下 走到一旁抽了几张卫生纸擦手 然后脱下蕾丝披肩走进厕所 厕所里小姐洗手 她关上水龙头擦了擦手 然后拿着手机走到门边偷看外面 房间里 阿胜被对厕所坐在床边 只见她慢慢倒在床上 侧身全躯地躺着 小姐关上厕所的门 躲到角落拨打手机 另一个旅馆房间里 阿狗听手机 阿狗听完放下手机 厕所里的小姐关上手机 她呼了口气 眼神游移一向在思考 她拨了拨头发 转身按下马桶的冲水键 站定了好一会儿 然后挤出微笑走出厕所 阿狗的房间 阿狗坐到床上 她把裤袋里的手枪和橡胶手套放在身边 拍了拍枕头 靠坐在床头闭眼休息 一个小弟端坐在椅子上 阿胜的房间 阿胜盖着棉被躺在床上 小姐把手伸进棉被底下 轻一点 轻一点 不好意思 我掌太点了 阿胜按住小姐的手 小姐把手抽出棉被走下床 小姐带着一瓶水做回床边 清了清喉咙 喝下一口水 我早上找到小姐的小姐走过一天 小姐看她一眼 小姐是什么小姐 黑龙的小姐 你跟黑龙不熟 龙哥啊 小姐摇头 把水放到一边 拉起棉被盖在腿上 她舔了舔嘴唇 又看了看手表 小姐摇头 小姐摇头 把水放到一边 拉起棉被盖在腿上 她舔了嘴唇 在阿胜旁边盯着天花板 我怎么在打小孩 阿胜皱眉 她自言自语 那小孩躲在外面 我趕着抱着要上班 因为 我刚才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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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看阿胜一眼 видели才会也没事 她还说 我流血了 小姐转头顶着阿胜 我想她是怎样又多地流血啊 小姐一开目光 仰望着天花板 她不断眨望着大眼睛 表情若有所思 小姐有一个好心的太太 带她去买卫生棉 那个太太好求是 我是她老爸 镜头特写小姐冷静的侧脸 她突然冷哼一声笑了笑 阿狗的房间 阿狗坐在床上 把手机放在耳边 镜头特写小姐的手机 在厕所的洗手台上震动 出来什么做事 总是在找着头脑 有一个头脑 我们这儿我都养一个家 对吗 床上小姐侧躺面对阿胜 我们老爸也不养 那点烦恼 小姐扎着长长的睫毛 拧视阿胜的侧脸 阿胜的嘴角慢慢地上扬 这家伙的小孩 他凝视着半空中 神情平静安详 小姐目不转睛看着阿胜 他抿了一下嘴角 眼神柔和似乎带着感情 阿狗的房间 床上的手机响了 阿狗接起电话 阿狗瞪大眼睛 不过也没关系 议员在办公室里讲电话 阿狗 我给你一件事情做好吗 三十一我给你散他 房间里 阿狗用手抚摸着前额 躺回床上沉思着 我知道了 医人 交给我处理 放心 阿胜房间的厕所里 小姐拿着手机 站在镜子前面拨号 她突然停下动作 台眼望了望天花板 叹了口气 镜头特写镜子里 她的表情 只见她扎着眼睛 眼神犹疑 像是为难地 冰紧了嘴 她犹豫地搓着手指 忽然合上手机 走到床边 拿起包包 摇醒阿胜 你快走吧 你快走吧 阿胜睁开眼睛 快起来啊 我想你老板要找你麻烦了 快点起来啊 我们走吧 楼梯间 阿胜穿上衬衫快速下楼 小姐跟在后头 突然停下脚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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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转身跑回楼上 阿胜站在一楼车库的楼梯口 她看着墙上的按钮伸手按下 一楼车库的铁卷门向上升起来 她又按了一下 铁卷门下降 阿胜皱眉 连按了好几下按钮 另一个房间里 戴上手套的阿狗和小弟对望 抓起手枪离开 小姐冲回房间厕所 把洗手台上一团卫生纸 冲到马桶里 急忙离开 一楼车库 阿狗和小弟从铁卷门的缝隙 钻进车库 小姐刚好下楼 阿狗走上楼梯 一把揪住小姐的头发 拉着她回房间 在车库角落的阿胜 瞪大了眼睛 房间里 阿狗和小姐甩在沙发上 两个人面对面坐着 小弟在房间走了一圈 对阿狗比出数字零的手势 表示没有人 阿狗挥手示意 小弟走出房间 阿狗冷冷看着小姐 一楼车库 小弟跑下楼 阿胜躲到车子底下 房间里 人呢 两人对望 糟了 东西 小姐盯着阿狗 没有回答 阿狗放下手枪 他忽然踹小姐一脚 小姐捂着肚子 倒在沙发上 车库里 阿胜蹲地姿势 慢慢移动位子 房间里 阿狗用戴着手套的手 拿起手枪 死鱼一样的眼睛 直盯着小姐 小姐慢慢坐起身来 仰望着阿狗 阿狗把枪口指向小姐 车库里 阿胜脸盲压低身子 他的眼神游移了一阵 难过地皱起眉头 他躲到车子底下 阿狗边讲电话边走下楼 走到车库的门口 他停下脚步 接着在车库里四处张望 阿胜趴在车子底下 警戒地转头看着 阿狗到处看了一遍 转身离开车库 趴在地上的阿胜 慢慢挪动身体 从车子底下爬出来 旅馆里 阿胜从一扇窗户 跳进室内走道 在堆满杂物的走道上 跑了起来 他左弯右拐 来到旅馆后方阳台 阿胜冲到阳台上 又连忙躲回阳台门边 他探头张望 旁边马路上一台跑车停下来 接走一门小弟后迅速开走 阿胜压低身子 悄悄跳出阳台离开旅馆 马路上 阿胜一面向前跑 一面回头张望 途中 他经过一条建筑之间 只有一个人宽的巷子 他张望了一下 急忙钻进领域的巷子里 他在一个脚步坐下 大头喘气 他抹着脸上的汗水 镜头脱险阿胜的脸 他双手抱头紧闭着双眼 表情很曲 回忆画面闪过 年轻的阿胜拿枪在一个暗像法腿狂奔 回到现实 阿胜垂着头 痛苦地皱着脸 另一个回忆画面 阿胜撕下张望 回到现实 汗水一滴滴挂在阿胜脸上 他用双手抹过整张脸 回忆画面 角落里 年轻的阿胜紧着双眼 弯乱踢起枪 画面回到现实 阿胜双手勾着头 拥用双手拖着脸颊 低头望着地面 阿胜家门前 林爸爸头上套着布袋 被一群小弟推进汽车里 别人陪他 你可以啊 你可以啦 小弟伸脚踹林爸爸 低车啊 你说低车啊 走 走 一群小弟坐上车 黑色轿车从阿胜家门前开走 阿六站在阿胜家的阳台 他看着轿车开走 低下头来 看着自己手里的小刀 黑龙办公室 前厅里 阿狗直挺挺地站着 他慵懒地慢慢转动脖子 黑龙坐在椅子 缓慢地抽烟 他的嘴巴和鼻孔 喷出浓浓的烟雾 巷子里 阿胜慢慢抬起头来 镜头特写阿胜的一只眼睛 他的眼白散布着一些血丝 黑眼珠反映着景物的倒影 他一动也不动 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 过了好一阵子 阿胜慢慢转过头 看向一旁 画面见暗 画面亮 阿胜在马路上奔跑着 他鸣紧了嘴 拉开脚步 加速前进 高架桥上 阿胜逆向跑上高架桥 一排机车从他身边经过 阿胜在高架桥上不断向前跑 一辆辆汽车从身边呼啸而过 一个马路边 阿胜停下脚步 弯下腰来 双手扶着膝盖 他紧皱着眉头 大口地喘气 表情十分痛苦 他身上的衬衫都湿透了 上头布满了黑色的污渍 过了一会儿 阿胜停起了身子 迈开步伐继续向前跑 夕阳西下 阿胜跑在马路上 经过郊区一大片库地 夜色已经暗下了 路上的灯火闪耀着光芒 他继续向前奔跑 阿胜不断前进 他的背影越来越小 渐渐消失在朦胧的夜色里 夜晚 阿胜跑到自己家的社区 他停下脚步 站在转角探身偷看 阿胜手扶着墙壁 慢慢探出头来 阿胜家的二楼亮着灯光 阿六的身影出现在窗边 阿胜放轻脚步 慢慢后退了几步 过了一会儿 阿胜又弯腰慢慢上前 从转角探出头盔式 阿胜左右张望 像是在寻找声音的来源 他忽然愣了一下 急忙往后跑 从裤带里拿出手机 他胡乱按着按键 阿胜接起手机 小军呢 你怎么了 黑龙办公室 把狗抢走小军手里的电话 用话筒敲了一下小军的头 你爸也在我这里 三十分钟内到龙哥办公室 没有来 你别动我爸 不管你在哪里 三十分钟 阿狗挂断电话 看着一旁的小军 伸手摸了摸小军的头发 小军低着头 脸颊上有一大片伤痕 阿胜夹的巷口 一把小刀从阿胜的背后 抵住他的肩膀 圣哥 他没有抓你 阿胜慢慢转过头来 阿六放下刀子 一步步后退 阿胜瞪大眼 凶狠地抓住他 却刚好扑上阿六手里的刀子 阿胜扶着墙壁 一手按着肚子弯下腰来 阿六上前搀扶阿胜 四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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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鲜血染红了阿胜的肚子 一路流到他的大腿 阿六搀扶着阿胜 慢慢靠墙坐下 阿六看着阿胜 眼眶泛着泪光 我的不靠 你是靠心 阿胜眯着眼睛 看着阿六 阿六擦了擦眼泪 带我去找阿六 可是 带我去 黑龙的办公室 你都在哪里 阿狗对几个小弟识眼色 几个小弟放下撞球杆走出前梯 黑龙坐在茶桌旁 看了看离开的小弟 又看向阿狗 阿狗走向黑龙 这件事我们两个人走得好 夜色里阿六开车 阿胜坐在副驾驶座 OK 晒到万年了 回到废六排骨在疼 不好意思 阿胜靠着椅背 嘴唇发白 他皱眉 我靠内的朋友说 我出来想要做的事就是 很多人 汽车在红灯前停下 阿六 阿六转头看向阿胜 阿六 都不是吃这豆的搞笑 阿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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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胜举起沾满咸鞋的手 比了比阿六和自己 阿六的眼眶闪着泪光 静静地坐在驾驶座上 前方的红灯转为绿灯 轿车慢慢往前开 黑龙的办公室 前厅里阿狗坐在撞球台旁边 他戴起一只橡胶手套 黑龙走向饮水机倒水 阿狗眯着眼睛看向黑龙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坐到撞球台的边上 举起手枪对准黑龙 东哥 黑龙转头立刻拔枪 阿狗开枪 阿狗站起来又是一枪 饮水机仍在送水 茶壶里的水不断满了出来 巷子里 阿狮步履满山地接近黑龙的办公室 他面对着巷子镜头 黑龙办公室外面的四盏探照大灯 灯光的照耀下 阿狮弯着腰 一手按着肚子的伤口 对着屋里大喊 前厅里 阿狗拿着脱下的手套走向监视荧幕 阴暗的房间里 林爸爸和小军坐在墙边 手脚都被胶带捆住 轿车里 阿六坐在驾驶座 表情若有所思 过了一会儿 阿六打了挡开动汽车 巷子里 阿胜勉强移动着脚步 监视荧幕前 阿狗冷冷看着荧幕 荧幕上的阿胜垂着头 站在巷子里 阿狗露出冷笑 靠向麦克风 转过去 巷子里 阿胜拖着脚步 慢慢地转动身体 他的脚步不太稳 好几次都像是要跌倒 他一只手按着伤口 整件衬衫沾满了血迹 跪下 阿胜慢慢地蹲下 整个人支撑不住 扑倒在地上 手放头上 阿胜跪在地上 慢慢地举起一只手 放到头顶 他又抬起另一只手 只能抬到腰部的高度 等我 阿狗离开监视器 镜头特写一个监视荧幕出现了阿六的身影 阿六左右张望了一会儿 走出了监视器的范围 前厅里 阿狗走到一个审刊前 把一炷箱插到箱炉上 阿狗接起手机 跨过黑龙的尸体 走向前厅的门口 夜色里 阿六带着林爸爸和小军走向轿车 阿六 快 阿六扶着林爸爸走到汽车旁 回头看了一点 赶紧打开车门 林爸爸和小军坐进车里 阿六关上车门紧忙坐进驾驶座里 轿车里 林爸爸问阿六 文圣啊 巷子里 阿胜跪在地上 一只手抱着头 阿狗带着手枪走向阿胜 阿狗在阿胜的身边停下脚步 低头看着阿胜 阿胜喘着气 勉强抬起头来 阿狗举起手枪对准阿胜的头领 两个人定格在原地不动 巷子尽头的大灯像是舞台的灯光 打亮了两个人静止的身影 受胜了 你坏机 阿狗放下手枪 低头靠向阿胜 你坏机 阿狗一脚踹到了阿胜 又用脚踩 阿胜腹部的伤口 你傻小啊 傻小啊 阿狗把腳收回來 在旁邊走了幾步 又走回阿聖的身邊 阿聖躺在地上身體不斷顫抖 他從地上爬起來 沾滿鮮血的手撐著地面支撐起身子 阿狗在阿聖身邊蹲下 低頭看著掙扎的阿聖 阿聖慢慢抬頭 他的臉腫脹 兩眼無神 嘴唇蒼白沒有血色 阿狗凶狠地瞪著阿聖 阿聖注視著阿狗說 阿聖 我和你無神 我心裡 阿盛虚弱的闭眼又睁开 镜头特写阿盛诚恳的神情 阿狗的眼皮稍微低垂下来 镜头特写他手里的枪滑了一下 阿狗立刻抓紧手里的枪 阿盛仰起脸孔 闭眼露出一抹微笑 阿狗举枪低着阿盛的头 画面暗 一个回说画面 监狱外面 阿盛闭着眼睛 央起脸面对天空 平静地轻轻呼出一口气 蔚蓝的天空里 白色的云朵悠悠地飘过 辽阔的上海大地上 一部搬家的小货车 正沿着公路奔向远方 旁白响起阿盛的声音 如果可能的话 我想带着他们往南边走 走到一个冬天也有太阳的地方 四季可以种些东西的地方 然后找一个 愿意和我一起努力 留汉的太太 一起重新建立一个家 背景画面里 阿盛开着小货车 奔驰在高速公路上 他不时微笑地转头 看着身边睡着的林爸爸和小军 盛蓝的天空里 白云奔腾地飘过 云团的影子掠过翠绿的山丘 被阴影笼罩的树海 顿时暗下了色彩 画面渐暗 本片口述影像白 由口述影像发展协会指导 任我直接有闲公司制作 主要演员 阿盛 吴鹏凤饰演 阿盛父亲 林爸爸 丁强饰演 龙哥 西翔饰演 阿狗 黄建伟饰演 小军 李云云饰演 阿六 许时豪饰演 主要工作人员 监制 张朝成 制作人 陈宝英 制作协调 李小梅 原著编剧 魏嘉宏 盖编剧本 钱翔 导演 钱翔 老辉狼影片制作 有限公司制作 公共电视监制 谢谢收看